現在我們開始來解決題目 第一個 上弦月黃昏時 月亮在哪個方位 上弦月何時升起何時落下 上弦月高掛天空的時候方位如何 第一題 上弦月黃昏時月亮在哪裡 老師說 如何解題 第一步 畫地球畫太陽 太陽畫哪裡 不重要 但是要畫 因為你有畫太陽 你才知道誰是卡中間的碩 誰是放旁邊的望 誰是白天中間叫正午 誰是晚上中間叫職業 第二步 讓地球匯轉 怎麼轉 不重要 但是要匯轉 因為匯轉才知道 誰是先到了上弦 誰是後到了下弦 誰是白天進晚上 誰是晚上進白天 這樣做完之後 月亮就清楚了 時間就清楚了 然後就看題目怎麼要求 題目要求 上弦月黃昏時 所以我第一個問 上弦月要畫在哪裡 停車站接問 上 下 左 右 上弦月 上弦月在哪一邊 上弦月在哪裡 上弦月在哪裡 哪裡是上弦月 你要回答 給你機會回答 起立 在上面 上面 上面是上弦月 很好 上弦月 同理請問 同理請問 上弦月畫 黃昏時 請問你 黃昏時 黃昏時 請問你 人在哪裡 沒有 然後我們就找 這是零 10號 不在 20號沒有 30號 人在哪裡 30 人在哪邊是黃昏 上面 上面 很好 你 猜對 人在 上面 黃昏 好 問我月亮在 是在哪裡 哪裡是方位 老師說方位要看什麼 方位要看地球 自轉 地球怎麼自轉 北極向下看 逆時中 重點叫做游西 向東 游西向東自轉 游西向東自轉 啊 問題是 月亮既不在 西邊也不在 東邊 他畫在前面 他畫在前面是什麼意思啊 他畫在前面 他畫在前面什麼意思啊 他畫在前面 這是一個地體的圖壓扁 那是個地體的圖壓扁 我在這裡 月亮在那裡 月亮在那裡 畫地壓扁 碰 畫在我的前面 我前面 所以 畫在前面 畫在前面的意思是 文言文 文言文 通過植物線 什麼叫做植物線 你把你們地理學的金線 拉到天上 叫做植物線 文言文 通過植物線 普通文言文 天理附近 我頭上 我頭上那一點叫做 天理 天理附近 白話文 頭頂附近 所以 他在頭頂附近 所以他是在 所以他是在 頭頂附近 所以他在頭頂附近 OK 好 來 老師剛才 有告訴你 第一步畫地球畫太陽 第一步畫地球畫太陽 太陽畫哪裡 不重要 好 第二步 讓地球會轉 地球怎麼轉 不重要 來 第一步 畫地球畫太陽 第一步畫地球畫太陽 大多數的題目 太陽都畫在左邊或者右邊 賴黃川 事故我都考過 畫在上面或者下面 第二步 讓地球會轉 大多數的題目 地球都是逆時鐘轉 賴黃川事故我都考過 是時鐘轉 上弦樂黃昏時 上弦樂 上下 左右 哪邊是上弦樂 黃昏時 卡中間叫做縮 放旁邊叫做 旺 這樣子轉 仙道叫做 上弦 上弦樂在這裡 黃昏時 人在哪裡 上下左右 哪邊是黃昏 上面是白天下面是 晚上 哪邊是黃昏 這裡 白天進 晚上 畫在前面什麼意思 頭頂 附近 OK 好 老實說 老實說 第一步 第一步畫地球畫太陽 第二步 要地球會轉 我們就正常 我們就正常一點 逆時鐘轉好 接下來要求上弦樂黃昏時 上下左右 上下左右 哪裡是上弦 上下左右 卡中間叫做縮 放旁邊叫做旺 仙道叫上弦 後道叫下弦 所以哪邊是上弦樂 下面很好 下面叫上弦樂 左邊是白天 右邊是晚上 人在哪裡是黃昏 下面 下面很好 畫在前面什麼意思 頭頂不近 答案通通都 一樣 廢話當然應該一樣 當然應該一樣 所以 再度證明 剛才老師說的 畫哪裡重不重要 老師叫你第一步畫太陽 太陽畫哪裡 不重要 第二步 讓地球匯轉 怎麼轉也 不重要 但是就是要畫 就是要匯轉 然後 畫完之後 基本動作 畫完之後 就看題目怎麼要求 題目要求 怎麼樣做 就可以了 請問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下一題 上弦樂樂亮 何時升起 何時落下 老師說第一步怎麼做 畫地球 畫太陽 太陽畫哪裡 不重要 第二步 讓地球匯轉 怎麼轉 不重要 好 題目要求上弦樂 上下左右 Nu di doi 是上弦樂 上面 很好 好 問我何時升起 何時落下一個小技巧 連到地球 寫個T 然後順著轉動方向 升起落下 轉動方向 升起 落下 所以右邊是升起 左邊是落下 老師你確定嗎 我確定 地球自轉 由西向東自轉 我在右邊的時候 我在右邊的時候 月亮在東邊 我在左邊的時候 月亮在西邊 東方升起 西方落下 很正常 符合要求 所以沒有錯 右邊是升起 左邊是落下 請問你右邊什麼時候 白天的中間叫什麼 正午 左邊什麼時候 晚上要止夜 所以上弦月何時升起 何時落下 正午升起 子夜落下 正午升起 子夜落下 請問你 在這裡 你看不到月亮嗎 白天嗎 這邊看到對不對 這個就是晚上12點之前 叫上半夜 上半夜 所以上弦月有第2個說法 上半夜看到的叫做 上弦月 上弦月說法1 農曆的前半月叫做 上弦月 說法2 上半夜看到的 5月12點看到的叫做 上弦月 說法3 現在要考 現在要問 說法3 請問你 上弦月哪邊亮哪邊暗 老實說 第一步 畫地球 畫太遠 讓 第二步 讓地球 背上 基本動作做完 題目要求 上弦月 在哪裡是上弦月 上面很好 問我哪邊亮哪邊暗 我就要舉頭 晃明月 然後問我的是哪邊亮哪邊是方位對不對 老師說方位要看誰 人 方位要看地球 自轉 北極向下看 逆時鐘 南極向下看 順時鐘 不管順時鐘 或逆時鐘 都怎樣 由西 向東 所以越南哪邊是這樣 西邊 所以答案叫 西明 東岸 對上弦月 上弦月 西明東岸 這是上弦月的第三個說法 西明東岸是上弦月 這個答案可以背下來 因為考試 因為考試長考 因為考試長考 不懂為什麼 這個 死背 多死背 上弦月 西明東岸 所以上弦月有三個說法 農曆上半月的叫做 上弦月 上半月看到的叫做 上弦月 西明東岸的叫做 上弦月 上弦月 OK 叫做 明暗方位 請問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very good 人有問題嗎